哈囉各位各位我是克里斯丁 各位相不相信名師出高圖啊 至少在地獄廚神Golden Ramsey的職業生涯當中 確實帶出許多位能夠獨當一面的優秀廚師 這次要介紹的主角Claire Smith 可以說是青出於藍的代表 她是英國史上第一位獲得米其林三星的女主廚 Claire Smith出生自愛爾蘭東北邊的Antrim 從小生長在農村家庭的她 年紀很小就到當地的餐廳擔任服務生 平常也會在家中負責伙食 16歲那年就在當地餐廳成為了主廚 18歲選擇到餐飲學校繼續生造 才華洋溢加上對細節毫不馬虎的態度 Claire Smith畢業不久就在英格蘭Cornwell地區 擔任飯店主廚 還因此獲得了Cornwell最佳年輕主廚的封號 年少得志但是卻從不滿足了她 在2002年進到了想富盛名的 Restaurant Golden Ramsay工作 正式踏上了Claire Smith的米其林之路 Claire Smith在剛到戈登餐廳時 餐廳剛拿下米其林三星 面對排山倒海的巨大壓力 她展現出了過人的意志力跟瓶頸 一舉得到了戈登的賞識 為了栽培優秀的潛力後備 戈登讓她去世界諸多頂尖餐廳 吸取寶貴經驗她先是到了 Thomas Keller的French Laundry 紐約的Per Se工作 還到了史上第二多米其林新的 Alain Ducasse的摩納哥餐廳 路易十五增廣見聞 2007年回到倫敦以後 戈登就把旗下旗艦餐廳主廚大位 交給了這年僅30歲的女主廚 她也成為了英國史上第一位 掌管三星廚房的女主廚 在當時英國有121間米其林餐廳 只有7間是以女性擔任主廚 Claire Smith是像Margaret Thatcher 的烹飪 硬硬 硬硬 壞壞壞 Gordon 永遠都支持 他永遠都正確 我不會叫Gordon我朋友 但我會叫他我師傅 Claire Smith生涯有很長一段時間 都在跟螢幕前以火爆形象 聞名的地獄出身共識 但這位餐飲泰斗表現出來的工作態度 卻與螢幕前截然不同 Claire曾經在一段訪問中透露 現實中的戈登很不一樣 如果戈登真的像在電視裡那樣跟人共識 沒有人會願意在他身邊待太久 Claire也曾經參加過英國烹飪節目 The Great British Menu 也算是替他自己累積了一定程度的名聲 擔任三星餐廳主廚參加烹飪比賽節目 累積了許多的知名度 已經可以算是功成名就 但對於Claire來說一切只是剛開始 成為主廚不久 2013年他被英國權威飲媒體封上 全國年度廚師的封號 在餐飲界的地位於2000年獲獎的戈登其名 在Restaurant Golden Ramsey 替戈登維持三星名譽 長達10年不墜之後 2016年Claire選擇離開主廚之位 走自己的路 敘事待發的Claire 在隔年成立了心中最完美的餐廳 CORE 與其他餐廳不同的是 CORE沒有Dress Code 價格也比一般Find Dining稍低 另外一點是他把蔬菜擺在餐盤的 最核心 她在價格尚價格尤其中一部分 幾乎所有厲害的Find Dining餐廳 都有著屬於自己的訂番 也就是不會隨著季節 菜單變化改變的料理 CORE的第一道訂番料理是 尊魚與馬鈴薯 這道料理源自於Claire小時候最愛吃的薯片 把馬鈴薯洗乾淨烤軟以後刷上海藻奶油 上頭鋪上尊魚卵跟鮭魚卵 插上發酵過的馬鈴薯脆片 和一些紅酸膜跟綠色蔬菜搭配白酒奶油醬 這道菜的特色在於高級排餐料理 一般來說都是把核心放在蛋白質 然後佐以適當的蔬菜去搭配 但這道菜反其道而行 試著把平庸的馬鈴薯當作主角 去提升馬鈴薯本身風味的同時 佐以大海鮮味增加整個料理的層次感 去體會料理跟我們所身處的世界 CORE第二道訂番料理則是羊肉與紅蘿蔔 你知道的主角不是羊肉而是紅蘿蔔 把油封紅蘿蔔用羊膊肉汁澆淋以後 搭配一點燉羊肉 撒上一些用羊肉油脂做成的脆末 擺上醃漬紅蘿蔔 石螺配上羊奶優格 紅蘿蔔綠色葉子做成的青醬 最後淋上羊肉汁搭配加了羊油脂的麵包 一起享用 這道菜一樣強調了CORE的核心理念 也就是以蔬菜永續為主體 作以優秀的蛋白質食材去呈現的料理 除了這兩道訂番以外 CORE也有許多不同元素的料理 持續的被創作出來 可以說是展現了精緻餐飲的全新風貌 今天餐廳很厲害 因為深具啟發意義也持續創作出優秀的料理 CORE在2018年拿下二星 2021年拿下米歇雲三星 也讓Claire Smith成為了英國史上第一位三星女主廚 這也算是完成了她給自己所設定的目標 去年Claire Smith在澳洲成立的第二間餐廳 ENCORE展開了她國際參與人的腳步 持續的保持強大的創作能量 在世界各地留下印記 也因為選擇渣跟澳洲的關係 她也出現在了澳洲版的除神當道 在擔任客座評審的時候 觀眾也能夠看了出來 她是如何用嚴肅的態度去面對參賽者 堅持把最高品質端出來的那種態度 我們都練習了整個生命 為了帶給我們的客人的驚訝 但我們想要繼續 然後我們會戰鬥 我是克里斯蒂 喜歡影片請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你想看到我介紹哪一位餐飲名廚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香料爆香大火快炒 讓海瓜子的香氣完整釋放出來 用火燻出焦糖的香氣 讓魚皮帶有迷人色澤 魚肉充滿煙燻香味 我是克里斯蒂 我喜歡料理 從自學一直到經營頻道 透過料理我開始有機會 近距離接觸到不同類型的料理主廚 每一位主廚都有他們獨特的料理技術 但是這些東西很難被大家注意到 當我們學會用不同的烹煮手法 煎 炒 炸 烤 就可以讓一道道家常菜 有截然不同的風味跟口感 這是一堂由四位專業主廚 親自教學的烹煮技法課 以亞洲四大菜系實際演練 帶你真正認識亞洲三十二種烹調核心技法 海菜兼容亞洲精髓 能減能奢 把手錄藏於火房中的低調誠意 日式割烹 滾水快速汆燙 精準處理刀法 保留食材鮮味 Q彈口感 依循季節變化出無窮的形質分架 泰菜 酸甜苦鹹鮮 匯聚出最開胃的重口味 無彩斑斓的風味組合 驚艷味蕾 粵菜 注重火候掌控美味 吃枝好禮 茶子千禮 可謂爐灶上的藝術家 在課程中我會與你們一起學習 具有菜系精髓的料理技法 看似簡單的炸物 下鍋的方式和溫度都隱藏著大學味 探究主廚的每一個步驟 深掘他們的烹調手法與菜系故事 帶你了解四大菜系的文化脈絡與特點 不僅學做菜 更懂得品嘗的樂趣 只想問師傅一句話 啤酒在哪裡 哦 拿上拿過來 我是柯里斯汀 歡迎你一起加入 我與主廚們的 亞洲料理課 一起體驗下廚的樂趣 在餐桌上創造 無窮驚喜 請問師傅 請問師傅